被称为马来西亚世纪大省的前首相纳吉掏空国家主权基金案 这个星期开审 纳吉涉嫌把一码基金中高达3.2亿台币的资金转入私人账户 并且被揭发在海外职产购买名画等等 所涉及的贪污洗钱罪名多达42项 纯穿蓝色西装的大马前首相纳吉 本就前往吉隆坡的大马最高法院出庭 法院外聚集不少支持者涌醋 高喊万岁 在简单祈祷后 纳吉进入法院 准备针对被指控的42项罪名当中 包括贪污 背信跟洗钱等7项罪名进行审讯 纳吉所属的政党巫统 党员则是在法院外高喊政治迫害 这场审判被称为马来西亚世纪大省 是纳吉在一马案中面临的第一桩官司 讽刺的是开庭当天刚好是纳吉十年前就职首相的日子 大马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以价值约39亿台币 卖出纳吉亲信以侵吞公堂所购买的豪华游艇平静号 给经营赌场的马来西亚云顶企业 纳吉的律师本周进入法庭前持续重申 有信心打赢官司 更强当纳吉有很多话想说 现年65岁的纳吉是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 出身政治世家 父亲跟舅舅分别出任大马第二任跟第三任首相 纳吉23岁就当选国会议员 仕途顺遂 直到2009年出任首相 同年以拼经济为由 成立一个马来西亚有限发展公司 外界简称一马基金 EMDB 向世界各国募集资金 但第二任期开始不久 2014到2015年间 纳吉涉嫌从一马基金的前子公司 SRC国际 多次转会资金到私人户头 总额高达4200万马币 折约3.2亿台币 涉及背信 滥权和洗钱等七大罪名 到2016年 一马基金负债规模 已高达将近5000亿台币 首相任期的最后几年 纳吉深受一马案丑闻缠身 声望大跌 2018年5月大选 惨遭回国三选的前首相马哈迪击溃 黯然下台 根据美方调查 纳吉与清姓清吞公堂 将近1400亿台币 通过海外账户洗钱 大肆采购海外豪宅 私人飞机 游艇 毕卡索跟莫内的名画 珠宝等奢侈品 去年5月下台后 检方重启调查一马案 纳吉的妻子罗斯玛 也列为贪污共犯 并从纳吉家中搜出包含 价值近3000万美元的 26个货币 约12000件珠宝 以及567个精品包 400多只手表等 预估总价超过 新台币80亿元 数目惊人 但纳吉去年6月受访时 依旧施口否认 知道一马基金遭到挪用 负责本案的大马检察官 汤马斯本周指出 纳吉在位9年多 拥有几乎独裁的权力 希望此案能成为今后领导人的借境 分析家也认为这场世纪之审 虽然时间会相当冗长 但绝对不能雷声大 雨点小 但CNN分析指出 纳吉目前官司的策略 就是以拖待变 如果这场官司 一直持续到2023年下届大选 到时唐沃立场 倾向他的巫统联盟夺回政权 纳吉就有可能逃过牢狱之灾 顺利脱身 甚至还有重返政坛的可能 记者居然请报导